北约峰会华盛顿登场团结力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美国总统拜登在梅隆礼堂的欢迎晚宴上 靠着读稿机声音洪亮没失误的发表演说 白宫轮值记者形容这是拜登近期表现最好的演讲之一 北约承诺在明年提供乌克兰40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 将在德国成立新的军事指挥部负责训练乌克兰军队 并且在基辅派驻代表以深化乌克兰和北约的关系 就在北约庆祝成立75周年的同一时间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键盟友白俄罗斯 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展开联合军演 而向来批评西方军援乌克兰的欧盟轮值主席匈牙利总理奥班 在抵达华府前突然访问北京 试图协调俄乌停火 基辅和欧盟官员谴责澳班不代表欧盟 尽管北约峰会议程以欧洲安全为主 但对抗中国也有越来越重要地位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北约和印太伙伴日本南韩纽西兰澳洲 将启动四个新的合作计划 包括关注乌克兰人工智慧 打击虚假讯息和网络安全 美国总统大选也是这次峰会的隐藏焦点 不止美国选民各国外交官 都将密切注意拜登的身体状况 及在峰会的表现 而为可能的川普回归 北约势必得更欧洲 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TVBS新闻将会以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